巴基斯坦一港口令美国人感到担忧 真正用途是什么 网友关你啥事 美国人似乎一直以来都喜欢劳心劳神 全球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脚 真不愧有世界警察的名号 只可惜这个警察连自己本国的事情都管不了 却要对远在大洋彼岸的一点点变化直至点点 站在所谓的制高点 仿佛只要是他看不顺眼的就要管一下 最近 美国人居然开始关注起了巴基斯坦的一个港口 一些新的变化使得他们情势难安 这是怎么一回事 巴基斯坦又和美国有什么关系 最近 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已来美国人的强烈关注 美媒发布了一张关于该港口的最新图片 并对其中出现了一些变化 进行了详细标注 美媒称 一些最近新建造的建筑物具有高级别的安全性 是十分异常的 这使得该港口与中国在吉布提地区精心建造的 军事后勤不计港口类似 使美国人感到担忧 这是为何 这就要说到美方一直保持高度关注的吉布提港口了 2015年的时候 我国与吉布提方面达成协议 决定帮助其建设一个军事后勤不计港口 主要是为了保护当地的安全 以及为我国海军在国际上的援助行动提供方便 然而在全球各地都有军事基地的美军可不这样认为 他们似乎觉得每个国家都像他们一样 因此美方怀疑 吉布提港口其实是中方建造的海外基地 前不久美国人发现 吉布提港口的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建成 似乎足以容得下一艘6万吨级的航母 尤其是其防御水平 甚至超过了美军基地 而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如今也出现了类似防御水平的建筑 除此之外 瓜达尔港距离吉布提港口也只有2000多千米的距离 因此美国人猜测 巴基斯坦该港口的真实用途虽未知 但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继吉布提基地后 作为补充的新基地 实际上 这并不是美方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怀疑 早在2001年的时候 中巴两国就签署了瓜达尔港项目工程协议 美方得知之后 就立即对中方发出声讨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为何美方要这样做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 处于中东地区原有出口及航运的重要运输路线上 同时 对我国来说 瓜达尔港海运路线相比传统海上上路 距离缩短了一半都不止 运输成本下降的同时 运输的安全性还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样一来对我国的经济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 美国的利益也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美方才这样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 但即便正如美方所想 那又如何呢 对此 有网友直言道 巴基斯坦又关你美国啥事呢 真是大惊小怪 美国人还是先管好自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